人命將美國遺庫街頭 塗鴉大師的作品融入 展現出充滿年輕個性的 潮流單品 這一身衣服對我來講是一個 算是比較新鮮的嘗試 我比較少穿這麼軟的 這種材質 然後有一些復古的亮片 有一些小華麗這樣 因為它很軟嘛 因為這件薄紗 就是非常的輕膚 它非常軟 所以它後面也會舉起來 因為我乖學生的強迫症 會讓我很抓狗 因為我很討厭衣服會瘦 會不平 對 有一點小強迫 就可能去廁所就會一直檢查 然後就會給它潑一點水滴 希望它可以不要那麼瘦這樣 不然我就會又很噁 經紀人也都會帶著 那個小的刮燙機 就是如果在髮廊衣服中 我們就會一直把它弄平 而Sandy今天也突破自我 變身俏皮女孩 是一個我平常比較少 有的風格 就是有點運動 有點俏皮 有點女孩 真的有Coach American Girl的感覺 像是棒球外套 基本上就是 它把它縫到後面去了 所以其實它會一直都這樣 狼狼的在身上 所以像我就發現 這是一個很棒的招 應該回去把所有的棒球外套 都縫成這樣 它就可以很自然的這樣垂墜 就是那個紐約時尚街拍的感覺 就是我本身就是一個 很喜歡穿很多顏色在身上的人 所以我自己的單品 也都是色塊大塊的居多 或者是很繽紛很亮 也是因為這樣很難躲鉤子